那除了网站怎么样介绍给你的朋友之外呢 那我跟各位讲 因为我是网路中心 我是网路 怪兽是做网路中心的这个主修 现在太多的这一些小商店 他根本没有网站 可是他又想要做网路生意 而且又想要很多的业务 帮他做这个推广 那业务哪里最多 Shop.com里面最多 每一个经销商都是商店的这样的业务 都可以帮他做推广 那我们今天我就可以跟我的客人 如果他不想要加入变成经销商 可是他有在开店 那你就可以跟他讲 那你可以在我们这个网站上面去推广你的商品 而且推广商品不用钱 但是你需要做一个网站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就可以去销售 零售这个网站给他 这个是像这样的 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个网站就是用美安的网路中心 用美安的网路中心来做 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确认 那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赚 我们都知道网路中心有 百分之一千最多的这样 百分之一千的这样的一个获利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推广 我们要怎么样去推广 你就跟他讲说我们需要一个网站 那正好我也有在卖网站 我的工作我有在卖网站 我除了不要以为说我们shop.com只卖这一些 什么吃的喝的 那再来这个沙发啦 机车啦 还有营养保健品 产装品 我们什么都卖 我们连网站都有在卖 那我可以卖一个便宜的网站 那帮你做这个架设 架设完之后 你就能够在网路上 能够来销售你产品 这个网站不是只跟美安的shop.com做连结 我们刚刚从这个shop.com这样点进来 我可不可以去网路上google 我把这个shop.com关掉 各位看一下 我把shop.com关掉之后呢 我到google里面来去搜寻角先生 角先生 手工 那我们看从这边可不可以找得到 我们从google里面 一样可以找到角先生的创意手工水饺 那一样是连进来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的客人问你说 那会不会说我这个网站只能在你们美安上面用 其他地方不能用 没有这回事好不好 因为网路 这个网站你把它放在网路上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的 那只是说从美安连进来 你会有优惠 你会有现金回馈 你会有IBV 但是你从google这边连进来 那你就是没有任何的优惠 没有任何的IBV 跟他聊了这个网路中心 如果聊了网路中心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跟他谈 其实有一些东西 基本的就好像这个 OPC 我们要了解OPC 我们不需要了解OPC怎么制造 但是我们要知道OPC对我们 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帮助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知道网路 可以 要网路要怎么去做 网站要怎么样去设计 我们不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 网站对我的客人有什么帮助 那我们就可以从哪边看 我们最简单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你可以输入这个 三个W 点 M-A-W-E-B-C-E-N-T-I-S M-A-Webcenters.com 那你不用FAQ 你就直接从三个W 点 M-A-Webcenters.com 就可以进来 进来之后 有各个不同的版本 你可以去对个不同的 国家的人 去做说明 那当然这边还有繁体中文 以及简体中文 那内容应该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它翻译 翻译它的语言 这边还有一个叫西班牙文 应该是 西班牙文 来 那我们从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你就可以跟大家介绍 说我们可以帮你的网站 做一个规划 做一个设计 那当然不是我 我可以帮你提出 这样的一个需求 请我们的工程师帮你做 你可以告诉他 这样子 那我们的网站设计里面 我们做的 首先第一个 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 你要把它记下来 最好有笔把它记下来 就是说我们的网站 是属于响应式网站 这个名字很重要 因为稍微有一点 对网站有点了解的人 他会很想知道 那现在你们的网站 是旧版的网站 还是新版的响应式的网站 我最近在评估 一个客人 他要做的网站 在帮他评估 在帮他评估的时候 他的正脑 就是旧的 不是响应式的网站 那为了让你更了解 什么叫不是响应式的网站 我这边搜寻他的网站 给大家看 那你有一个概念 你不一定要给你的客人看 但是你至少你要知道 你也能够跟你的客人解释 比如说这个叫鸿威 鸿威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因为正好最近在 在帮他评估 所以就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的客人 他旧的网站 这个旧的网站 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旧的网站 就是说 当你的荧幕越来越小之后 它不会跟着变小 你在手机上面看之后 你会看到整个 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是 它一样这么大 那你要移来移去 你看的时候就很累 你要拿这个卷轴左右 还要移来移去 那另外一种状况是 它整个版面跟着缩小 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整个版面跟着缩小 如果我今天 我去设定 假设 我要用这个 S5来看 或者说我用这个 我用S 那个三线S5来看 用三线S5来看 你就会发觉 哇 这些字怎么都变得这么小 都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 它不是一个响应式网站 那所以说 它的版面永远是固定的 不管我的电脑 电脑版长什么样子 那平板的版本长什么样子 手机的版本长什么样子 通通都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iPad Pro 在iPad上面 我们iPad给它调百分之百 iPad Pro上面看到是这样子 长这个版面一模一样 就好像一张A4的纸 那你把它缩小 iPhone X就变这样子 那当然你的手机的荧幕越小 你就越看不到 你就越看不到 那这个叫做 飞翔的应式旧的网站 那如果说你要给你的 客人更好的网站 那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网站 你要给他新的 那我现在给你 我随便一个客人 做好的网站 这个是给你们看的 那等一下 我会教你们 怎么给你们的客户看 那我现在 这样的一个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电脑版上面 看到的字很大 这个版面很大 到手机应该就会说得很小 可是 我们到手机里面 会不会说得很小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 我用检查的方式 那我可以等一下 开始缩小它 我们稍微等它一下 好 现在按一下它 我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缩小到 这个Glassy S5 三星的这个手机 上面 字还是看得非常清楚 可是我的图呢 本来左右摆的图 就变成上下摆了 字 本来是只有三行的字 可能就变成五行 变成七行 但是字不会缩小 这个就是所谓的 响应式的网站 响应式网站 它的版面会随着 不同的 装置 不同的装置 我对不起 解错了 这是S5 那我把它改成 比如说 我要给它 iPhone 5S 这个更小 我们大一点的看 这个iPhone X iPhone X大一点 它就会跟着变化 那我们用一个iPad 在iPad上面的长相 是长什么样子 那再来iPad Pro 在iPad Pro上面 又是长什么样子 那都会有不同的版本上面 我把它变成百分之百 不同的装置上面 你就会有不同的 这一个 这一个版型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响应式网站 这是各位 可以给你的客人知道的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一样在这个webcenters.com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一个网站设计 各位可以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看 这边就有不同的 这样网站的设计 你可以给他看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网站 长这个样子 未来 你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我们公司就能够帮你做 这样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呈现 在这边 网站的呈现 那有非常多不同的版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不喜欢 这种既有的版型 那你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还有工程师 可以帮你额外的去做 这样新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当然我们 在这个shop.com里面 除了 除了说卖网站之外 我们也卖设计 也就是说 我们网站的获利 是 我看成本是 应该是成本是 300块美金 那所以 网站可以卖到3000块 应该是这样子 那 另外一个是设计 设计还有另外一笔的费用 是可以赚 应该是1000块 台币应该是最多到3万块 也就是整个网站 你可以卖到12万 在台币来讲是12万 那在美金来讲的话 应该是4000块 4000块美金 一整个网站 你可以卖给他 那你放心 不会叫你自己做 因为我们公司 就会有设计中心的人 可以帮你制作 这样的网站 那或者说 你如果要做更好的话 你可以请怪兽 怪兽永远在这边 为您服务 怪兽可以帮你做 怪兽也做了很多网站 那你只要 当然给我也要给我费用 那我就可以帮你做 这样的网站 他除了网站设计之外 还有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也是 你的客人会非常关心的 他会觉得说 那我的网站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卖东西 你可以跟他讲说 你的网站 当然是要让你卖东西 而且卖东西之外 各位把它记下来 你给你客人的网站 你可以跟他讲 不只可以卖东西 还可以帮你归类客人 什么叫归类客人 你的客人可能有 每一次都帮你买 同样的商品都买100件 有些客人 同样的商品 每一次都是买 都买那个数量 都买10项 有些客人 只跟你买一项 每一次都是很少量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客人 给他不同的单价 这个都是有办法做设定的 那你可以把你的客人 分类为VIP VVIP 一般的客人 普通的客人 或者很这个 对你很不客气的客人 你都可以给他设定 不同的价钱 那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网站上 付款的方式也非常多种 比如说你可以用PayPal来付款 你可以用信用卡的 来付款 这些东西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站 串接都已经帮你做好 串接 你只要跟这个第三方 支付的公司签约签好 跟银行签约签好 那他就会 我们就可以直接串接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来 好 那除了看到这些之外呢 这边还有数位行销 你还可以跟他讲 你今天你开店 开在网路上 就好像你把一家店 开在这个深山里面 深山里面没有人会进去 没有人会进去 你把店开在网路上更惨 因为网路上 根本也没有人知道你这个店 所以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行销 那行销无非就是从哪里 从这个Google 或者Facebook里面来做行销 那我们知道在Google打广告 在Facebook打广告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昂贵 但是我们的这个Shop.com 跟Google 还有Facebook里面谈好 我可以跟各位说 我们的谈好的这样的价格 在这个Facebook 或者Google上面 只要你的客人 想要做行销 他的这一些费用 应该是比他自己去购买 大概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费用 就可以 也就是说 同样的价钱 你可以买到更多的点击率 更多的人家的曝光的次数 因为我们是整个 就是由这个美安去跟这个Google 跟Facebook谈的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曝光率 Google会给我们的曝光率 跟这个点击率会更多 所以Google这边有写Google 现在已经是一种动词了 你可以跟他讲说 跟你的客人 如果是卖 卖水饺的 你可以跟他讲说 如果有些 现在年轻人想要买水饺会去哪里 会去Google里面 输入水饺 对不对 所以Google 我要Google水饺 我要Google摩托车 我要Google笔电 我要Google一台印表机 那我想要知道去哪里买 那就可以从 大家都会从Google里面 那Facebook也是一样 Facebook是 最多人在使用的 应该是目前 那个IG啦 Facebook都是最多人 在使用的社群软体 那你也可以让你的 产品在Facebook里面 主动曝光 那这个东西都可以经由 你不需要你自己 去跟Facebook买 这样的一个曝光率 你可以经由 我们的数位行销来做 那我们的数位行销 还有哪一些 搜寻引擎最佳化 什么叫搜寻引擎最佳化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Google的广告 是需要付费的 它一定会摆在最前面 Facebook的广告 或者Google的广告 那有另外一种叫做自然排序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讲 注意哦 这些东西你了解 你才可以跟你的朋友讲 我们把它变得非常简单 SEO就是让你的自然排序 往前排 今天如果你真的 哎呀我没有钱可以花 我没有钱可以去做这样的广告 那怎么办 那你要想办法 让你做的网站可以往前排 那这个美安的网络中心 就有 里面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可以帮助你 你可以跟美安的这个技术人员讨论 付一些费用 他想办法会去修改你的内容 你的网站内容 让你的网站内容 更具有可读性 可读性 那也让你的网站的内容 更被这个搜寻引擎接受 那自然排序的排名 可以让你排到第二页第三页 第一页可能比较难 因为第一页都会被广告占走 那你在搜寻完之后 别人搜寻完之后 希望能够在第二页 或者第三页看到你 那我们就可以用SEO的方式 来最佳化你的网站 最佳化的网站 不是说在后台动什么手脚 就是它会去 会有专人 你只要付费之后 就有专人看你的这个文章的内容 看你的图片的排版 看你去评估一下 你的这个网站会不会太卑大 等等这样子 让你的网站更能够被搜寻引擎做接受 好 那当然这个在shop.com里面 还有提供非常非常多的 web center的一家功能 帮助你这个网站的客户 好不好 那再来就很多人很会问一些问题 不是从部落格 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 常见问题 也可以帮助我们伙伴来回答你的客人的问题 常见问题里面 你客人如果问什么 你这些可以把它记下来 你不一定要会 但是你把它记下来 就好像卖车子的 卖BMW 卖宾宾室 卖特斯拉的这个业务员 很多女孩子很年轻 他们是不是真的很会开这个车 他们不一定会很会开这个车 你叫它开它可能还不会开 因为我们踩下去它会怕 可是很会介绍 为什么 因为它把这些东西都把它记下来 你们有支援Mac吗 有 我们有支援Mac跟PC 那我这边怪兽跟各位解释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网路中心的系统 你不管在Mac或者在PC底下 都可以去编辑它 很顺利的编辑 这没确定的 没有问题的 好 你们支援哪些作业系统 这一题跟上一题当然是 差不多 我们支援的 支援Mac的系统 也支援Microsoft的Windows系统 也支援Linus 也就是我们全系统 因为我们是在网路上直接作业 我们不需要下载东西下来 所以我们什么样的系统跨平台 我们都能够做 支援行动网站 我们刚才讲过 比较旧版的叫做支援行动网站 我们现在是完全的响音式网站 所以说我们不管在任何的装置上 手机平板或者电脑上面 都可以看到非常好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台版 那我可以用iPad跟iPhone 来编辑网站吗 可以 这个地方 很多很多情况就是 业主就是你的客人 在架设这个网站 在放这个商品的时候 标错价钱 这个是很可怕的 台湾常常发生这样的纠纷 9万块标成9千块 假设台币9万块标成9千块 那客人下单之后 你到底要不要出货 就现在的台湾的法律来说的话 是要出货的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那你有没有办法紧急的时期 你可以用这个手机 iPhone iPad 甚至你的Android的手机 来做编修编辑这个网站 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讲过我们是跨平台的 我可以添加音乐 影片音乐到网站上吗 这个是最基本的功能 当然没有问题 我的网站上面有几页网页 几乎无限 因为我们有无限的网站空间 各位我们可以思考什么叫做 无限的网站空间 也就是说 你今天你在路上开一间百货公司 这个百货公司很大 大到你要摆多少商品都可以摆进去 那我们在网路上就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的空间无限 你就算你跟这个Amazon一样多的商品 你通通都可以摆到我们这个网站上面 好 那我们的伺服器 这个就可能一般人比较不会去问这个 那你只要 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是用OC48的光线网路 再知道我们跟这个雅富 伺服器跟雅富 大概位于同一个地点 这样就好了 也就代表说 我们的光线网路是很快的 那我们拥有多大的频宽 很多人就想说频宽 这是什么我听不懂 但是你也必须要了解 你最要把它写下来频宽这两个字 因为你的客人或许会问你 只要稍微有点专业的 会问你频宽 频宽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讲 我们一起来思考 这个无限的空间 就是你的百货公司很大 那频宽就是百货公司的门 你的百货公司里面很大 但是你的门很小 那会怎么样 那你的人能够进出 同时进出的数量就很少 所以你空间再大 频宽不够也没有用 所以怎么样 你的频宽也要够大 我一次进去可以进去100个人 出来100个人 跟一次进去100个人出来1000个人 进去1000个人出来1000个人 跟一次进去只能一个人出来 一个人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百货公司大 你当然你的门也要够大 那让人容易进出 所以我们的频宽也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有流量限制吗 这个也是比较专业的人会问 那你可以跟对方解释 我们没有流量限制 那可是我先让你了解 什么叫流量 流量的限制就是 今天有一些伺服器 他会去控管 控管你每一个月 你的网站上面 有多少人次可以上来 比如说他会控管说 你每一个月 你的网站只有一万人次可以上来 超过一万人次 对不起 我要给你加收费用 如果多100个人 我要加收多少费用 多200个人 我要多加收多少费用 那我们的这个shop.com 他不会有这样一个流量的控制 也就是你今天不管1000个人 1万个人 10万个人进来 费用都是一样 在我们的月租费给了之后 他就已经决定这个流量是无限的 好 那这个东西可能也不会有人会问 那我们有提供私人电邮及虚拟带管 我们支援mail server 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因为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你要去购买这个企业信箱 都要一笔费用 每一个月以台湾来讲 5个人的企业信箱 一个月大概要给500块到1000块左右 不同的这个虚拟伺服器 有不同的价格 那今天而且是5个人为一个单位 假设你公司有7个人 要7个信箱 那你就是要买10个 一般来讲会这么做 可是我们shop.com 你买了这一个虚拟伺服器之后呢 虚拟伺服器里面就含有这个 这个叫电子邮件的这样一个功能 虚拟电子邮件伺服器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的企业信箱 假设怪兽叫做 怪兽的网站叫做 那怪兽前面就可以有一个叫monsteratwarcu.com 那前面有一个可以有一个maryatwarcu.com 前面有一个johnatwarcu.com 我们可以有多少个 我们可以有无限多个 因为我们直接就支援 在我们的虚拟伺服器上面就支援这个电子邮件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 我曾经跟客户谈到这个功能的时候 他跟我讲这么好 你确定是无限多个吗 我说我确定 他说他们公司光买 光买这个企业信箱 因为他们不想要自己维护一台伺服器 所以都在外面买 光买这个每一个月的月租费 就比我们的这个 网路中心的这个月租费还要贵 我们网路中心还全功能 那当然这边我们有 资源非常多的这样信箱 好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 客人可能会问我们 那我们可以回答的 我下面还有更多的问题 各位可以自己看 那当然还有一些基本知识 比如说客人会问你说 我们是否有支援Java 这个大家可能很常听到 那到底什么是Java 那我们的网站有没有安全 是不是安全的 是不是安全怎么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锁 有锁代表安全 那为什么会有锁 有锁代表安全 那没有锁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的 这个是我的网站 我当然是跟这个 这个我的网站 当然是跟我们的美安的网路中心买的 这个不用说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前面 看到的那一家公司 我这边稍微 稍微打一下 我们看看 他们 这种锁代表的网站 他们就会显示不安全 不安全 不安全不是说 怪兽 怪兽的这个 浏览器比较特殊 会显示不安全 是所有的人的 所有的人的这个 浏览器都会显示不安全 你看到这样不安全的网站 你还敢去使用吗 看到不安全 我要在这边要下单 我都会害怕 我的 我的资料 我的信用卡的资料 会被盗取 所以这个东西 像什么叫做安全 这个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什么叫JQuery 什么叫CSS 这些都是怪兽 后面还会在找时间 那跟各位来做探讨 可以让你 如果想要跟这个 跟这个客人谈网站 想要做这个 赚这个百分之一千的 这个获利利润的人 你也可以 可以有办法来零售 销售这样的一个网站 就像我们前面 这个林春所讲的 林春说 他的伙伴 从来 就是家庭主顾 电脑也不会 什么都不会 但是他能够卖掉网站 为什么 我们只要了解一些 基本的知识 我们不需要会制作网站 但是我们可以跟人家谈 我们就可以卖掉网站 就好像卖车子的这个业务 有些女孩子很漂亮 在这个展示界里面 帮人家介绍车子 或许她不会开车 或许她不会知道车子 但是她要了解一些 客人想要知道的资讯 那她就可以卖 她就可以 很容易的去销售她的车子 好 以上 今天怪兽的分享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